港股上周三日跌二日升 恒指在相對狹窄的範圍內上落 高點為17759點 低點為17287點 高低點差距472點 州市部17573點 較前周的17992點跌419點 次連將三周升了3129點之後的首周回落 短期升降穩率繼續保持良好 五周六得 跌升升升跌 三升二跌 呈強 十周則是 跌跌升跌跌跌升升升跌 四升六跌 盈弱 關鍵在於本周 若保住上升 五周穩率就改寫為四升一跌 二十周為五升五跌 所以為令走勢轉強 好誘在本周應使出渾身解數以保升時 本周二是11月期止結算日 由於現指數較10月收市的指數14687點上升2886點 在餘下的兩個交易日內 任憑淡有如何作法 相信也難玩狂難於記賭 11月期只好有贏回一帳 以無疑問 至於月線圖的11月小節 也應是上升月 至此 今年11個月份的升降穩率就是 升跌跌跌升升跌跌跌跌升 11月的升幅應該是全年最大者 亦屬既定事實 面對11月份的轉世 12月整個形勢保持審慎樂觀 應是合理的預期 現時 內地正在全力應對疫情 並在保證人民生命和健康的前提下 努力穩經濟保增長 一些句針對性的政策 也在這個時候出台 在市場引起積極迴響 工具商內工具多 也用得好 用得及時 這是客觀的評語 在政策扶持下 經濟復甦的預期可觀 股市跑在經濟前面 估計在內外資金重新投入下 港股在12月份仍值得看高一線 最近的調整 是為下一個升浪創造條件 走勢完全符合要求 值得一讚 至於12月那些股份可看好 我頭牌認為內銀 電信 內險 科技等四大板塊 最值得留意 內銀 內險因增加流通性 以穩定經濟的國策受惠 我喜歡中行 03988 農行 01288 建行 00939 中人壽 02628 平保 02318 電信股自然市中移動 00941 中電信 00728 電信營科 00008 科技股我獨選阿里巴巴 09988 此外 有個別冷門股可以留意 這些均為跌得多而未有合理反彈的實力股 它們市 上海實業 00363 行龍地產 00101 加里建設 00683 2012 678 2012 2022 2013 2016 2013 2016